香港的廢物中最大部分 有三分之一是來自食物的廢物 或者是廚餘的東西 是佔了整體固體廢物的三分之一 就是三千多噸一天 我們發現這個現象非常嚴重 而當中很多是浪費了食物 所以我們向基金申請一些錢 組織一些工作人員或者義工 去街市或者街上的當販 收集一些可以吃的食物 甚至是麵包 我們陸場青幫改名叫愛共享 意思是我們希望分享食物之外 有一個愛心的表達 所以今晚我們無論去麵包店 或者去一些菜單或者魚單 相反都很樂意給我們 原因是他覺得他拿出來的食物 是有人去幫忙送給有需要的街坊 或者是一些市民 而且他們給得很樂意 而當中我們相信透過我們每一晚去收 我們現在每個星期一至五去收集 過程中我們普遍都收到 100至80公斤的食物回來 如果我們不做的話 少一晚就有100公斤的丟填區 找到一個月 重新的眼璽